想要減肥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代谢率 那中医在讲肥胖 这个肥胖 比较多的都是痰湿体质 这个痰气它多了以后 它就会跑到身体各个地方去 最明显的是皮下脂肪 那所以我的概念是不是应该是说 吃哪些食物 比较不会让我们的脾胃产生痰 可以 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加速 我们的痰的一些代谢 还有像我们现代人常喝的 对这个也是染指很好的一个食物 在中医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茶饮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代谢的 我们可以去选择像是 你自己的那个提升代谢的方法 你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我们还是要先让自己不要太晚睡 不能晚睡对 从小我就是靠睡觉减重 真的 短时间内高强度的间歇训练 就是这个塔巴塔 它非常适合就是说 你没有时间运动的人 我应该是因为我靠不动